郭文貴昭議員 郭文貴昭議員 其實是 我們真的是父子之間的那種衝突 就有時候真的很緊繃 因為任何在任何時候在一起 只要不談不談到功課 啊 就很好 一談到功課就糟糕了 所以後來我去陪讀一年 這個故事應該很多人知道 我就拋棄離鄉去陪讀一年 兩個父子擠在四平的小房間裡面 本來是黃界跟我住 然後就我爸說要來跟我住 然後就李保仲 然後就他一題也就把他丟 但是我陪讀了一年 每天早上當鬧鐘 然後當押結的 然後押到這個教室 對 教室 而且還有同學 那等到老師進來了我才離開 然後還沒有下去之前 我現在到教室門口去讀看看 是不是你中間有沒有溜出去 然後他還會跟我一起上課喔 因為那個有一門課叫樹木學 樹木學就是走在中興大學的裡面 然後認識不同的樹種 然後我爸說齁這太壯了 這我以前還太壯了 然後他就跟著我還有學長 然後還有一群同學們大家一起上課 然後非常認真的做筆記 到最後連考試就是我都還是沒有過 但是我爸爸比我厲害變超多的 這個沒什麼啊 因為我是生物老師 那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但是我後來真的 就有一個晚上喔 就半夜還不回來 我真的很傷心啊 我就想說啊算了算了 然後回來又要吵架 我想這一次我就不吵了 我說好 就第二天早上我就不當鬧鐘了 我就留個紙條 就給他 我說這裡 我要回去陪我老婆了 我們重慶 更自保重 好自為之 好好 你過你會我過我會 不要找到你了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叫做 這個時候我就想說真的要放鬆 就是我一直勉強 一直壓制他 你一定要朝我的理想 要為地球 要挽救地球來做事 這個也是太為難 太難為他了 後來我想說 乾脆我自己回去種了 我不等你了 反正我真的自己就回去種樹 就是這樣 可是 後來我的有無意中有一次 因為我們鄉下人其實 不太實心做什麼生日 因為以前的人 欸 幾十萬五六十萬人 喔 每天要做生日 都要做完畢 對吧 所以都沒有在做生日 阿有一次 大概幾歲的時候 就不用講 然後我女啊 好意 就找一些朋友 來做一個生日 欸 吳志玲呢 就 現場 那時候 欸 那我來 唱一首歌 沒有 是 易瑞拱我唱去的 喔 是 因為 好朋友 年輕的一生 就是 吳仙玲 就是 吳志玲哥哥的 學弟 那就是 這樣 對 而且我那時候歌也還沒有 寫完整 但是呢 他唱了以後 我忽然覺得說 喔 感染 欸 真的蠻好聽的 原來我一首藏詩 他很 他很巧妙的 截取其中的一段 然後 我本來很抗議性的一首詩 叫做 《制止他們》 喔 《制止他們》 欸 你聽就知道了 比較壞 但是他的個性 又很溫暖 又很溫暖 所以把他轉換成 全心全意愛你 這樣的一首歌 喔 覺得覺得 欸 很 很不錯的 那 尤其是他媽媽 又覺得不錯 喔 因為他的音樂 呃 是來自 傳承至他媽媽的 那個 教養 跟他們那邊的細胞 跟我這邊是比較沒有好 那自己 跟媽媽想 接著說 欸真的很好 因為我才想到說 欸 那這裡那這樣 我的詩已經 其實已經有幾位歌手 譜成歌曲 那個時候已經 像羅大佑 三十多年前就已經 譜成歌曲 我幾歲的時候 啊 就去我們家的 羅大佑去我們家的時候 也六歲 六歲 六歲的時候 然後我只有留兩張照片 然後就是我 就小志明 小志明呢 就是穿著短褲吃個腳 然後跟在他跟羅大佑旁邊 那 我那時候留下來的三張卡帶是 就是羅大佑在那個時候給我 我完全 那本來是聽 高三七 那個我媽媽放 然後跳舞用 那直到那個時候才第一次 接觸到 創作 歌曲 的這件事情 對 其實坦白說 我有點怪羅大佑 哈哈 你如果不要來問答 啊 嗯 應該就比較不會說 啊 這個就要唱的唱歌了 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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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人生的機緣 很難講 因為我的第一次表演就是在 呃 我小四年級的時候 在兒童節 的 那個 場地 然後唱那個 我的未來 欸未來主人喔 國大佑的歌 嗯 很早的一首 這個一年輕的開始 現在想想怎麼一個小朋友 唱那麼老氣的歌 哈哈 好奇怪 因為你 你兒童節 以為叫做未來的主人喔 哈哈 對 好 那這樣的機緣 然後 啊 還有 嗯 胡德夫的 喔 還有林生祥 欸 他們都已經 以我的詩去補成歌曲了 喔 我們那個時候才想到說 欸 那這樣再加上你的 然後再去找你的一些朋友 來一起 來 合作 看看他們有沒有 意願 想要來以我的詩去補成歌曲 喔 是這樣的機緣 所以 啊 很多 像 欸 陳善妮啊 還有 寶匪寶匪 我的寶匪 哈哈哈 啊 張璇啊 啊 還有很多朋友 就加入 喔 啊 所以第一張這個 無聖詩歌專輯 叫做甜蜜的日賀 啊 就是 這一張 第一張詩歌專輯 那我要特別講到的是 這一張詩歌專輯 其實我要特別感謝 我們國立台灣文學館 喔 因為那個時候是 國立台灣文學館 因為台灣是很大的一個贊助 一個支持的一個案 才能夠促成 好 那 應該說其實每一張幫忙的朋友 還有各個不同的單位都很重要這樣 就是 在做專輯這件事情 好 那 那我前面聊 聊太久 聊太多 主題 好像還剛剛開始而已 好 沒關係 好 那 那後來 這一張詩歌專輯出版了以後 最大的意義就是 果然 原了我 當這個歌手的夢唱 所以因為我就有機會跟吳志玲一起出去 有些單位就會開始邀我和吳志玲一起同台演出 雖然我們是 我知道每次參加這個演唱會 啊那個尖叫加歡呼 我感覺到說 欸 我也感受到 好 不過 第二張呢 就是第一張詩歌專輯這一張出版以後 那後來 吳志玲 就 陸陸續續 因為他比較辛苦 他一方面又要做他自己的創作歌曲 他們929的樂團 他又要負責 又要寫歌詞 創作歌曲 還要演唱 然後還要一方面分心 來做無聖詩歌專輯這樣 那第二張呢 野參詩歌專輯 野參詩歌專輯 就純粹就 我的詩 然後 吳志玲 各 各人 的創作 就沒有再找其他的歌手 那我們這一張野參詩歌專輯的出版 其實我剛剛說開場有伏筆 主要是要講到阿嬤 就是我媽媽啦 因為這一張野參詩歌專輯 我的詩在1974年寫了一組泥土詩篇 就是主要紀念 那個時候是還 就是我媽媽正聖年在勞動 那我很感動 我就以母親來寫這一組詩 那後來一組 那後來詩琳很喜歡 就譜成歌曲 來成為這一張詩歌專輯的主要的歌曲 那剛好前年2014 剛好我父母 一百歲零代 在我們的素緣 我就稱為純緣 為什麼叫純緣 因為我母親單名 叫純 就單純的純 那她又是姓陳 東陳 第一說單純單純 所以這變成我們這個家庭 一個生活的主要的一個風格 就是單純 我們做人要單純 我們生活要單純 我們環境要單純 所以變成這樣 那這張野參詩歌專輯 在2014年9月 辦了一場野參音樂會 至少千人以上的聽眾 然後呢 然後呢 聽完以後 因為 我們那個純緣 有一個大宅 大宅在唱什麼 煮鹹味 就是以我西州上水米 揹廣告 西州上水米很好吃 給各位上網一下 西州上水米做到 鹹味 結果 這個演唱會辦完以後呢 口碑非常好 因為大家都說 吳聖老師一道的驚味 不夠好吃 都沒有人在說 一天的歌也好聽 這樣 抱歉啦 你不要傷心 還是 那我們下一場呢 下一張詩歌專輯 好像有 有沒有 第三章嘛 一告一下 第三章吳聖詩歌專輯 不過下一次這張詩歌專輯 改為 吳聖加吳志玲詩歌專輯 應該這樣才對 這樣奇怪 不會啦 應該這樣 好 那就定調 吳聖加吳志玲詩歌專輯 好 那 我們也會在 純緣辦音樂會 也會公演 吃不怕的會怕不怕 到時候呢 邀請各位 來我們的 我們的 秋天 聽音樂 吃驚味 請大家 拜託 要稍微 鵝肉 就說 瓜也好聽 好 驚味很好吃 啊 瓜也不難聽 好 那今天 後面再一次舉牌 只好這樣啦 拜拜 會這樣 我說得多 不會啊 在我預料之中 謝謝大家 那真的非常感謝我們主辦單位 也特別特別感謝 我們這麼多的好朋友 來一起聊聊天 聽我們開槓 好啦 那我多多講 最後的一個 簡短的 謝謝 謝謝你們 然後 應該也會繼續 可能明年吧 然後 我們也會繼續的合作 因為合作 我跟我爸爸的合作 對我而言 是一個很珍貴的事情 對我而言 對 就是 可以一直創作不一樣的 詩歌專輯 然後呢 你們真的要來西州吃驚味 因為真的很好吃 我還是要再預告一下 明年呢 我們這個 父子總唱團 還會再繼續重出加入 好 謝謝 謝謝大家